好 这是1600新经济的时间 我们从财经面来看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旋风式的访台 已经把美中紧张关系推升到新的层次 投资人更担心的是 万一台海真的爆发冲突 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 是否会让半导体有锻炼的危机 交给主播战书海 好 谢谢林谦 确实是这样 我们来看到相关的一些数据 先来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 台湾跟韩国的工业生产表现 其实现在是已经转趋下行的一个趋势了 尤其我们从6月的工业的一个生产 竟然年仅只有增幅达到0.7% 显示的是疫情爆发以来 最低迷的一个增幅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电子产品 不管是需求还是生产 都是双双下滑的一个情形 而刚刚提到的就是锻炼的一个危机 那我们就来看到首席的亚洲经济学家 他就来分析了 他表示如果北京封锁了台湾 那么能源进口可能就会中断 尤其台湾是一个能源依赖度 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他也举例了 如果像是液化天然气 整个中断的话 那么整个发电量呢 就会在数日之内 进行一个抖降的一个情形发生了 那造成的就是半导体的产业链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半导体最需要的 就是发电量了 那么当然台积电的产线可能就会停摆 也会影响到世界 那么台积电目前掌握的是全球90% 所谓先进晶片的一个产量 所以如果台积电停摆 那么世界当然会受到影响了 那我们也看到了 那就是曹新成 联电的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他现在表示非常豪气的说 他要捐30亿元来加强台湾的国防 另外英业达董事长也表示说 打乌克兰顶多是没有瓦斯 但是如果打台湾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好那么现在呢 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大陆随即展开报复 毛起来的禁止台湾的农鱼产品进口 学者市井下一波的制裁产业会有哪些呢 再请舒坦告诉我们 好谢谢林芊 确实是这样子 一开始农林渔牧的一些产业或者是食品业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只有伤到皮肉 没有伤到骨 可是下一波的制裁会不会再扩大呢 我们看到包括了钢铁机械纺织以及工具机 因为大陆现在崛起 近几年来他们这些产业都可以来自给自足了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会被列入下一波的制裁 而且我们来看到台经院的这个所长也表示说 很有可能长期来看 大陆方面可能会找一个借口来取消 所谓的ECFA的一个协定 所以我们也看到 不过在这些产业之外 现在专家也分析 除了半导体电子零组件 资通讯产品之外 都有可能变成制裁的目标 所以我们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些主要的电动车大厂 现在在大陆都有设厂 而且电动车的发展是大陆未来的一个大目标 可是这些厂都需要台湾的晶片 所以才会说 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可能不会受到制裁 不过他们也初步研判了 长期来看未必 以及这个大陆呢 现在目前来看是不会发动贸易战的 而我们也看到在渔民方面 受到了蛮多的影响 现在在这个宜兰苏澳的部分呢 是有200艘的渔船 他们三天都没有办法出海 主要就是受制于军演的关系 那么现在粗估经济损失呢 大概是有5000万元 不过渔民也只能把这些无奈往肚里吞 他们表示 那就当作放台风架吧 中共强烈反弹 并且动作频频展开一连串的文攻武嚇 还有商业的一些抵制 台海紧绷情势呢 比这个1996年的台海飞弹事件还要严重 那么对于这个敏感度相当高的房市 会不会引发比这个1996年 当时更不利的一些影响呢 舒海 好 没错 我们来看到会不会更加不利 其实听起来好像大家也不用这么恐慌 不过我们也来看到2022年 房市其实有七只的灰犀牛挑战 包括了QE的缩表 还有预售假信的一个需求是过高的 蛋白区的续航力减弱 利率上升 还有通膨加剧 以及加重打房的这个力道 还有两岸冲突增高 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来看到在中共20大之前呢 应该会先稳定政权 所以会防止擦枪走火的状况 还有呢 忙着要稳定这个国际局势 以及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房市泡沫化 所以呢 在20大前后其实是还算稳定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看到呢 在1995年的时候 李登辉当时的两国论 造成的是一个移民潮 富人的移民 结果房地产呢 沉积了将近半年时间 现在裴洛西访台 其国人已经蛮习惯 所谓的文攻武贺的状况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股市呢 也重回了万武的关卡 其实是有恃无恐的 所以现在呢 房市专家也表示 短线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长线看来 恐怕是会有隐忧在的 那么更多的相关内容 欢迎您可以扫描旁边QR Code 同时在脸书上头或YT频道 都可以搜寻TVBS国际Plus 掌握更多资讯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新经济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